Hello Hello 大家好 足足夾了十个月 我们终于收到 阿波夫 letter 了 好 今天准备出发 做完最后的手组 今次我们选了坐 Air Asia 这位置真的有点窄 不过没算 便宜嘛 Delay 少少 但有惊无险 我们到达 KL 啦 Yes Air Asia 是用 KL IA 2 机场的 和 GX 是不同的 大家要留意 机场就好像 Air Asia 一样 但一个圆关出来 就全部都是店铺 到部第一件事 当然是买张电话卡啦 其实这里有很多选择 但好像间间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都随便买张啦 顺带一提 机场里面专为游客而设的 SIM 卡 在市区原来没得买的 一走出机场 很多人的 别以为他们等的士 其实大部份人都在等着Grab Car Grab Car 应该是最方便 和最有效率 又快的选择 不用说的嘛 明码实加 在电话按完 就可以上车的啦 这次我们选择了 Airbnb 说这么快 我们就到了啦 不要说我拍错啊 它确实确实是我们住的Airbnb门口啊 不过旁边其实是一间酒店的入口 没错 同一座建筑 18楼以上就是酒店 而住宅就是18楼以下 今次也要赞一下自己 这一间Airbnb楼下 就已经是一个大的shopping mall 有超市啦 food court 食早餐 买手信 一应俱全 GoGoGo 上房看看先 Lobby 有24小时的保安 亦都要有住客专用的卡 才可以进到电梯上楼的 感觉都好像挺安全 上到走廊 不错啊 又阔又光满 而且呢 还有冷气 这个单位是两房一厅 两个洗手间的 適合我们这些四人家庭 就不用开厕所啦 重点是 这里的价钱 只是楼上酒店三分之一 是不是很棒呢 您有了 您有了 不是这个特别人 只是楼上酒店鞋 是 mano 吃到手谁 那么大 那些都可以 那这个 什么 都可以 你 你 不错 大家不要以为住Airbnb 给三分之一的价钱 就只有房间 这里是有一个 给住客用的泳池 都算挺大的 还要不是和酒店共用的 即使说 整天都没什么人 不要以为只有泳池 旁边还有一个 给小朋友放跌的地方 虽然不算大 但是 我的儿子就玩到 停不到了 这个这么漂亮的view 加上第一天就有这么漂亮的彩虹 欢迎我们 相信今次所有的东西 都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